就在3月2号 小S公公突然被爆出离世 享年84岁 但是这次意外 竟然是因为异常感冒引起的 公公在家感冒三天 却无人发现 就在这样突发心脏病 彻底离开了人世间 甚至在一周前还跟小S一起追过自己的去 消息曝光 许庆祥的家人先后证实噩耗 其中包括小S丈夫徐亚军 徐亚军没有接受采访 3月2日 他在社交网写下 昨天是我最伤心的一天 徐亚军的姐姐也在社交网发文 透露父亲走得很安详 无痛苦 感谢父亲常跟我们说他此生无憾 很满足 孩子们都很孝顺 他顺利跟着他心中的佛菩萨 去到下段的旅程 关于许庆祥的死因 台媒从一开始就指出是心肌梗塞 但具体是什么情况引起的呢 有报道称 许庆祥在离世前患上感冒 怀疑是感冒导致身体出问题 也有台媒详细报道 许庆祥在家中被发现离世的情景 3月1日早上大约7点多 许庆祥到卧在家中的浴室 小S的婆婆发现后 立即打电话报警 没有将许庆祥松衣 后续的事情也由警察处理 据悉 许庆祥的死亡现场没有打斗痕迹 传出死因是心肌梗塞 相信这知识初步判断 真正的死因还有待进一步检验 许亚军的妹妹许兴云 在上月初带父母出游 在社交网公开了照片 当时的许庆祥精神异议 毫无生病迹象 他的死讯来得太突然了 曾有财经杂志在2013年报道 许庆祥每天早睡早起 而且还在固定时间练功 他每天清晨四五点起床 练习自创的生命自救功 闭目入境 呼吸自然 双手合掌 屈膝半蹲 一坐就是半小时 坐到丹田发热 汗流加倍才停下来 坐完半小时的生命自救功 再打一套太极拳 接着快走一个小时 这就是许庆祥每天早上 固定的运动项目 大约在早上七点时 他就坐在书房阅读报纸 以及浏览财经网站 拟定当天的投资方略 如果许庆祥的作息多年不变 那他出事的时间 可能是起床之后 3月2日晚 徐亚军发出复文 许庆祥的灵堂 将设于龙岩台北会馆A馆 预计3月4至5日调宴 由于调宴时间有点长 外界估计许庆祥人脉广 在一届商界政界娱乐圈都有朋友 加上儿媳妇全家都是明星 前往送别的人不会少 也有网友提出一个奇怪的观点 此前曾有传徐亚军在上海养了外侍 以及私生子 如果此事为真 那在徐庆祥的丧礼上 所谓的私生子就会现身 徐亚军私生子传闻 已经传了多年 但是对于这件事情 徐亚军小S夫妇态度让人磨棱两可 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 有网友声称 不论是王小飞还是狗仔鱼记 都内涵过徐亚军私生子的事情 疑似许妈妈与孙子的合影 曾经也在网络上曝光 虽然小S生了三个女孩 但是这种重男轻女家庭 尤其是富豪家庭 很看重男丁的 网友热议的私生子 极有可能趁着这个机会 回徐家参加爷爷葬礼 来一个认祖归宗 这件事情的发生 会让小S左右为难 如果小S不让私生子参加葬礼 那就显得不尽人情 俗话说死者为大 看在公公的面子 小S似乎无法拒绝 如果小S同意让私生子参加葬礼 那就相当于公开承认了这个事实 默认丈夫徐亚军 曾经被判自己是事实 不论怎么做小S 都会处在很被动的状态 当然对于私生子的事情 目前都是各种爆料 一直没有得到徐亚军小S的发声 正如爆料的一样 如果真的私生子 借着这件事情回归徐家 来一个任祖归宗 那对小S来说真是一件雪上加霜的事情 另外 一直保持低调的大S 相信也会带着第二任丈夫 俱俊叶到场送别徐庆祥 王小飞跟徐亚军又是好兄弟 王小飞也现身的话 到时候狭路相逢 也太精彩了吧 许庆祥与从事律师职业的妻子 育有两女义子 儿子徐亚军排行第二 两个女儿许瑞云 许昕云 一个当律师 一个当医生 儿子则跟随父亲投资 大女儿许瑞云是医生 曾任花莲慈济医院 能量医学中心主任 小女儿许昕云念法律 是加州律师 许庆祥被称为台湾巴菲特 原本是台东的一名小医生 赚到第一桶金后 毅然投身股市 仅通过买卖富士康姆公司的股票 就赚了20亿台币 许家的财富基本来源于他 许家的三个孩子都挺有出息 这个家庭原本很低调 因为娶了小S这个儿媳妇 儿名声大噪 连许家在台北第一豪宅地宝 拥有两套房子 也成为新闻热点 小S多次在节目中提起自己的公公婆婆 她偶尔会开婆婆的玩笑 但对于公公 她十分尊敬 她称公公虽然长得矮小 身高只有162厘米 但在她心中是小巨人 知识袁伯包龙家人 是家里的顶梁柱 小S说过 在家里只要看到公公 对方就是在读书 许庆祥每天会花6到8小时看书 徐亚军受访时也曾回忆 他念小学六年级时 苹果计算机刚问世 父亲就不惜花4000美元买给他 并告诉他 未来是计算机的时代 一定要好好研究 学艺的他 对计算机软硬件的熟悉程度 绝对不输专业的计算机工程师 小S喜欢跟公公开玩笑 曾在视频中装扮成古装皇后模样 询问公公今晚是否需要事情 当时许庆祥笑得开心 一点都不严肃 此外 小S也提过 公公看到他拍摄的激情戏 大方表示支持 不会局限他的工作内容 许庆祥对小S确实不错 几乎是把他当成女儿一样照顾 许亚军结婚时 许庆祥亲自挑选了 伍克拉的钻戒送给儿媳妇 在小S的事业低潮期 许庆祥安慰他不要担心 甚至承诺以后会养他 2013年 许庆祥曾与许亚军 一同卷入胖达人内幕交易案 为了保护儿子 许庆祥选择认罪 并已当医事 一身行医就仍无数为由 请求法官判他缓刑 2018年被判一年10月 缓刑4年 顺利避过牢狱之载 因为此事 许亚军曾责怪小S 如果不是他的女明星身份 引发媒体关注 许家就不会遭此劫难 小S被骂得躲在洗手间痛哭 吓得三个女儿以为父母要离婚 反而许庆祥对儿媳妇没有多言 与小S相处融洽 小S也是公认的好儿媳 之前许庆祥身体不好的时候 小S还亲自带着公公去医院看病 忙着挂号 拿药付钱 婆婆肩膀有些酸疼 小S就帮着婆婆按摩 非常体贴孝顺 也很讨得公婆开心 即便这些年 小S的老公徐亚军 有很多花边新闻 但是公婆对小S就非常好 这或许也是让小S坚持下去的动力 如今公公离开了 相信小S的内心也会很悲伤 翻看小S的账号 早些年她经常分享与公婆的日常 做的饭经常被公公夸赞好吃 一家人在一起吃饭特别幸福 她还经常和公公合影 调侃公公似乎脸红了 这么多年小S也一直和公婆住在一起 照顾着公婆生活 小S还曾大胆发言 说好怕公公太爱她 真就不把网友当外人 只不过这几年小S不再分享这些日常 也是怕引起更多人热议吧 不过 话说回来都说有钱的男人都会变坏 小S的公公也是如此 事业有成的她曾经也因为投资 也出过不少事故 所以小S公公自然是见过大风大浪的男人 这也是为什么她儿子能够当一个花花公子 她父亲也对她爱大不理的原因了 徐亚军的花边新闻 简直是数不胜数 据网友爆料 大S之所以能够果断选择离婚 那是因为有着近千万的抚养费 所以她每个月都能问汪小飞要钱 这都是她理所应当的 所以她才有恃无恐 但是小S就不一样了 其实小S表面看着大大咧咧 但其实在婚姻中 她就没有她的姐姐大S幸运了 因为她完全就是一个许家媳妇的身份而已 没有一点实权 家里全部的财产 基本上都是在公公婆婆那里 虽然说小S现在居住的大别墅 就是公婆婆给买的 但是她们也仅仅只有居住权 所以这就意味着 如果小S离开了徐亚军 那就一文不值 等于就是近身出户 所以她只能像一个傀儡一样 一直依附着许家 其实当初徐亚军有丑闻被爆出之后 要是照着小S当时的脾气自然不能放过 但是她却在此刻将锋芒收紧 丝毫就当事情没发生一样 这也让徐亚军更加变本加厉 甚至在外面爆出有私生子遗事 最终甚至有媒体拍到了徐亚军的母亲 抱着小孙子的照片 可是即便如此 小S也对此默不作甚 这就是因为小S 在许家没有实权 外加上她的婆婆也是一个厉害人物 所以她在家里 基本上都是默不作啃 虽然说小S的公公已经84岁高龄了 但是在小S的描述下 其实她公公的身子骨还是很硬朗的 可是这样的突然离世 对她来说也是一件晴天霹雳 因为老爷子的身体 虽然不能跟年轻人比较 但是因为经常锻炼养生的原因 所以身体状态要比实际年龄要小很多 毕竟老人的身体经常会出现一些小毛病 比如偏头痛 小感冒之类的 所以小S和她的家人们知道公公感冒并没有在意 以为这只是平常的一点小毛病罢了 但是意外还是比明天先来到 最后愿小S和家人节哀 愿老爷子一路走好 天堂无病痛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